大家好 石虎兰 开花非常漂亮 当石虎兰开败了 特别是这段时间 连续的印尼天气高温闷热 很多话要接着养护的石虎兰 叶片都出现了不少的斑点 背面正面 也非常明显 养护石虎兰常见的叶斑病非常多 亡斑病 碳枝病 枯枝病枯叶病 我这盆之前就出现了这种病害 经过我处理之后 大家看一下 这些新长出来的叶片 是完全没有黑斑的 这证明 我把这种病害完全的治好了 出现病害用本茧比作纸 一粒要完对一斤的水 装到喷雾里面 然后充分的摇晃均匀 我们直接喷洒给叶面 还有盆土 都要喷洒均匀 叶片的正面反面 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对于真金性的病害 有非常多 常见的黑斑病白粉病 页面上常见的病害 有良好的产出效果 本茧比作纸 是由本茧 剪丸座和比作 米金子 附配来成的杀金剂 低毒丸保 无臭味 适合家庭使用 它的优点 内吸型 渗透性强 既可以 保护 食物难 不受 病害的清养 又可以治疗 病害 而且呢 能完全的根除 病菌 每个五天喷一次 喷两到三次 就能完全的 遏制这种病菌 如果 好友们 我们养护的花卉 同样是出现了 各种的 叶斑病 同样用 这种方法 去根除 有良好的 产出效果 好了 再见